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必须问是这个圣经的圣定, 参与的支持的条件。 它是圣见,圣固,圣相,圣固, 圣业,圣名,圣圣,圣灵,圣灵。 圣经的圣经,圣经的圣经, 圣经的圣经,圣经的圣经,圣经的圣经,圣经的圣经。 有一次,师尊住在舍卫城的起诉给孤独员。 在那里,师尊对比丘说,比丘们, 比丘回答师尊大德。 师尊说,比丘们,我要对你们所有根本, 有基础的圣者镇定,留心听,好好用心思量。 我现在说了。 比丘回答师尊大德,是的。 师尊说,比丘们,什么是圣者镇定的根本和基础呢? 这就是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命,正经经,正念。 比丘们,以这七知作为基础的新注意境, 这称为有根本,有基础的圣者镇定。 这个请讲到这里。 佛陀佛说,有七样东西呢,支持这圣人的镇定。 那这七样东西呢,是八支圣道里面的七支了。 嗯,所以穿这个正定,就是这个圣人的八分道了。 再加上圣人的镇定呢,就成为八支圣道。 那为什么这七支被称为基础呢? 因为它支持这个正定。 因为呢,它支持着镇定。 那有这七样东西,就是七支呢,还加上这镇定呢, 那么一个人才可以正道解脱。 那么在八支圣道里面,假如我们只是修一支,两支,还是三支呢? 那是不会正道解脱的。 所以有些人没有了解呢? 那因为有些人不了解呢,他们就瞧不起这镇定。 那他们说,正定有什么用呢? 他们说,那些外道的,他们正道着正定,也有神通,也不能得到解脱。 但是呢,佛陀不曾说过,只是有正定呢,会解脱。 佛陀说,这八支圣道呢,要同时一起修呢,它才可以正道解脱。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假如有人说,这八支圣道呢,假如修正定呢,不能正道解脱。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假如你修正思维还是正义,也不可以。 所以这个正定呢,是要加上这七支东西呢? 这正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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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呢,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在外道修行者,他们也有。 但是呢,他们不能正道解脱,因为他们没有这七支来支持他们的正定。 现在我们来看,四十五点四十九经。 现在我们来看,四十六点七支。 这七支是什么? 第一十五点七支是什么? 第一十六点七支是什么? 第一十第二十八支是什么? 正在二十二十一八支都应该理解脱。 否则,不需要一点義或者学习一点? 否则,不需要一点点? 那右十一一支是什么? 有所谓的口本的有些言书的修科运练 生生的百分道 然后这个及时有好的口本 以案内修科运练 生生的百分道 这边我们们 第一个及时修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一次 世尊住在十位城的起诉给古渡园 在那里 世尊对比丘说 比丘们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说 比丘们 日处有祂的先导 有祂的前向 这就是赎光 同样的 八知圣道的身体 有祂的先导 有祂的前向 这就是赎之士 比丘们 一位跟赎之士为伴的比丘 将会群修八知圣道 比丘们 为什么一位跟赎之士为伴的比丘 会群修八知圣道呢 因为赎之士会使他修习能带来处离无意寄灭放舍的正见 同样的 因为赎之士会使他修习能带来处离无意寄灭放舍的正思维 同样的正义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和正定 就是这样 赎之士会使这位比丘 群修八知圣道 那在这里佛陀在说有善知识呢 是很重要的 佛陀说 跟一位善知士为伴呢 那么将会群修八知圣道 那佛陀说要修这八知圣道呢 应该要远离 所以阿伯 看 被人家切了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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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个人要修这八支圣道呢,必须要远离人群。 之前有讲过,远离有两种的远离。 在佛陀的时代, 他的徒弟是住在圣灵的试验,所以也是远离人群。 如果他了解佛法呢,他的心也无意对这世间的事物。 现在我们来看四十五点一四零经。 Page 1551.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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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以会修和训练这些圣经的变分多。 这些人说到这边。 师尊说,比丘们就正如将所有众生的脚印一起比较时, 大象的脚印是最大的,能够寒过其余,所有脚印同样地, 所有善法都扎根于不放异,连接不放异, 所以不放异是在所有善法之中被誉为最高的。 就是这样,一位不放异的比丘将会勤修八之圣道。 这个经讲到这里。 在这里佛陀说,不放异呢, 这个群力是很重要的。 那同样的佛陀说,所有善法呢,都扎根于不放异。 这里修行者,他有证见的呢,他就会了解,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常的。 那假如一位修行者他有证见的呢,他就会了解,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常的。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呢,还有多长。 所以这里,人有证见的呢,他就不再浪费时间。 那一位有证见的人呢,他就不再浪费时间。 那很自然的,他就不放异。 那很自然的,他就不放异。 就是说,这个母鸡坐在上面,浮她的蛋。 那假如他想他的小鸡可以从蛋壳生出来呢,那他只是想呢,是不可能的。 他就不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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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只有当这只母鸡坐在这蛋的上面浮了一段时间, 那么他不用想呢,这小鸡可以从蛋壳生出来。 我想那看,那是爱的。 他就不放异。 他就不放异。 同样的,假如我们想要证得一些善法呢, 那么还没证到呢? 那意思是说,我们还处理得不够。 那佛陀说,在修行之道上呢,一个人他要进步呢,是很慢慢的,很软慢的。 不是说,复兰的证悟还是等等。 所以佛陀有给这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走进这个大海的时候,他是慢慢的生。 不是说,复兰间就很深。 那这个不放异呢,不是说,在修行的路上。 在家人,在做世间的事物呢, 也要有这个不放异的心。 比如说,一个人想要很多财富,那他必须要有群力不放异的心,那么他才可以有这财富。 这些学生在学生在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就好像一位学生,假如他要考到很好的成绩呢? 那他也必须要很群力的去读书。 在学习里面说,我们爱的学习,我们爱的学习,我们爱的学习。 我们爱的学习,我们爱的学习,我们爱的学习。 我们爱的学习。 佛陀说,在经典有说,我们想要的东西呢,我们拜得不到的。 我们求也得不到的。我们发愿也得不到的。 佛陀说,我们必须走这条路,以便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呢?不放异呢?是最重要的。 那在经典有说呢,假如一个人的坚持的心呢,是很强的。 他假如要做一样东西,他的决定心也很强的。 经典有说,天神也阻挡不了他。 所以,当佛陀还在修行的时候呢,那摩罗要来打扰佛陀,那也阻挡不了佛陀。 我们来看四十五点一五五经。 Page one, five, five, five. 四十四五四 我们在这里的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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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iu Kwan Mwa Kila Chali Chiye Ching Chin Chin Pensiu Kwan Mwa Kila Chali Chiye Sintong Lo Idi Pada Pensiu Kwan Mwa Kila Chali Goye Simme Kin Pensiu Kwan Mwa Kila Chali Goye Lat Pensiu Kwan Mwa Kila Chali Chit A Pada Pensiu Kwan Mwa Kila On Chwa Ni Ti Chibeng Bishu Men Chali Bikiu Siu Khing Kian Ching Chin Chin Gu Ting Teng I Ko Li Kui Lang Siu Hing I Ko Sim Leng Kila Kateng Liao Kau Boy Kai Thwat Si Anak Kwan Biciu Men Si Anak Kwan Biciu Men Si Anak Kwan Biciu Si U Ka Hun Lian Sing Chin E Peh Hun To Ni Anak Kwan Chali Si Sati Pertana Si Kiong Sing Liam Pensiu Kwan Mwa Kila Si Ching Chin Chin Si Idi Pada Sintong Lo Ting Teng Pensiu Kwan Mwa Kila willingly to watch our watch The Assapple - Se The I 八支圣道的比丘,能完满四念处,能完满四正情,能完满四神族,能完满五根,能完满五粒,能完满七节之的修习。 比丘们,为什么群修八支圣道的比丘,能完满四念处,同样的四正情,四神族,五根,五粒,七节之的修习呢? 因为他修习,能带来处理无意,寄灭,放舍的正见,同样的正思为正义,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就是这样,一位群修八支圣道的比丘,能完满四念处,四正情,四神族,五根,五粒,七节之的修习。 在这个经,佛陀说,假如一个人修习这八支圣道圆满呢,那这三十七道品也是修习圆满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说,他要修八支圣道呢,但是他不要修这神通。 有些人说,他要修八支圣道呢,但是他不要修这神通。 很清楚呢,这四神族呢,有在这里面。 那这四神族呢,是修以便正道神通。 所以佛陀的土地呢,会说三分一的那种有神通的。 所以佛弟子呢,三分之一的佛弟子是有神通的。 那佛陀的圣地子呢,假如要正道三国和四国呢,必须要有第四禅定。 这个有在中部里面有讲述到。 那这些比丘当他们正道第四禅定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他们的神通力就会。 有三分一的比丘呢,很自然的。 三分一的比丘呢,很自然的。 他神通力会自然而然有。 有五位那个Sariputta,有五。 西也色贤,西也不色贤, 像这里面经病,这样的关,一本无形同。 那么,Saripho尊者呢,他正道四个色禅和四个五色禅在家。 他这个受想灭禁定,但是呢,他没有神通力。 有个人,有个出家人,有人说不需要修贤, 这些是不对佛光的我。 那现在呢,有些出家人说不需要修这禅定, 那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不是根据佛陀所讲的。 那我们要修行呢,最重要的就是这八支圣道。 这三十七道品呢,也修系圆满。 那这个经说呢,假如我们修这八支圣道呢,圆满的话, 那么这三十七道品呢,也修系圆满。 所以我们别这么想,我们只要修四念处,但是不要修着四神族。 那这三十七道品呢,它全部都是有关联道的。 我们来看四十五点五九经。 我们来看四十五点五九经。 我们要修行 这一十七道品就是 idea。 就是要修感训练这一圣经的八分堂。 他本身了解 它没应该了解。 他本身帮下 它没应该帮下的。 他本身弹得 它没应该弹得的。 因为这个 Trainer 一定不是我们衬那些 要联系她 咦咪叫 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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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盡讲 盡讲 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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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教导的教导 就是所谓的教导 教导的教导 教导的教导 我们教导的教导 教导的教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本连生人的悲愤道,一本心了解,我们应该了解,一本心邦下,我们应该邦下,一本心谈,我们应该谈,一本心修,我们应该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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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修个混连 修个混乱 生人的百分度 我们会谈到真正的利益 同样的佛陀说 假如我们修这八支圣道圆满了 那么我们就得到很大的利益 第一个是佛陀说 我们能偏知 什么应该偏知的法 我们能舍弃 什么应该舍弃的法 我们本身谈到 什么应该谈的法 我们会证得 我们应该证得的法 我们本身修 什么应该修的法 那么我们会修习 什么应该修习的法 佛陀说 我们要偏知呢 那么我们应该偏知的法 就是这 无取运 要是这个人 现在了解 这个 接着的我愿意 它会解脱呢 那么假如一个人 真正偏知这 无取运呢 那么他就会解脱 那我们也要 舍弃 这无明和有爱 这无明呢 是说 不了解 佛法 还是世圣地法 然后是因为 无明呢 这个人转的轮回 那因为 无明呢 就会导致一个人在 生死轮回之中 那假如我们有听闻到佛法 正法呢 那我们就会 舍弃 这无明呢 那当时呢 我们就会 成为一位圣人 那在不久的时间呢 会 震到涅槃 那么这个人 应该 伴海呢 是 爱武啦 那还有一个 应该 舍弃的法呢 是 有爱 那意思是说 爱武的这个时间呢 意思是说 还想要 在这个世间 那我们就会 谈到这个经典 了解佛力了 这类 能不能帮下啦 那假如一个人 了解佛法 正道 正见呢 那这 有爱呢 他也会 舍弃 那我们 应该 本身的谈 这个是 那要 正得的法呢 是 明和解脱 那这 明的意思呢 是 一个人 了解佛法 正道 正见 那手要 一个人 和解敌 正道 正道啊 明和解佛法 正道 那么他 当时呢 已经 是一位 路道 的圣人 那 他 当时呢 已经 是 一位 入道 的圣人 那 他 当时呢 已经 是 一位 入道的圣人 那 他 本本 修 那 看 他 成为 正道的故事 那 他 他 永远熟 那 他 再继续的修 那 他 的 明会 越来 越… 那么他的名呢 会越修越深 那么慢慢的他会正道解脱 最后呢是应要修习的法呢 就是这止和观 意思是说 我们修这个圣经的背后 我们特别修 意思说 假如我们要修这八支圣道呢 那么我们也是修止和观 我们不能说 我只是要修止 但是不要修观 或者我要修观 不要修止 那这止呢就是修定律 修定律意思是说 要修贪到这个第一弦 第一弦 第三弦 第四弦 那修定律呢 意思是说 要证得出禅 二禅 三禅 和四禅 因为经说 我们是不贪得这个贤 这个五瓜 又抗难 那经有讲 假如一个人还没有证到禅定呢 那这五概会降伏他的心 所以我们不会有智慧 所以我们不会有智慧 这些爱是这个青 这些本土和爱困 这些心乱和这个怀疑心 那长老还要再讲多一次 长老说 这五样东西呢 不是五概 这五样东西是 贪欲 成灰 分岁 调毁和怀疑 那在经有讲 当这五样东西 很强烈的时候呢 常常支配着你的心 那它才叫做五概 比如说一个人呢 他常常要 想要睡觉 心不想想乱 还心想乱 要不然呢 心常常很散乱 但是这个人 因为那时谈到地 一生 他心疾痛了 这个五样东西 路上真的开了 他不变成 作改了 不思议就五概了 那假如一个人 正道出禅的时候呢 他 这五样东西呢 减降到很低 那 那个时候呢 这五样东西 不会阻碍他的心 所以不再叫做五概了 所以不再叫做五概了 那么佛陀说在那个时候呢 这五概已经舍断了 但是一出禅呢 不许想这个国家的东西 就变成了 给他盖了 那么当他 出禅的时候呢 那这五样东西也是 很 很 很低 我还说 想跟这个词论 在 拉朗 去旧的拉朗 谈到第一生的时候 一边就去 十二寸了 那这茅草 还是有在那边 但是呢 它不算是一个阻碍 这款的闲逆 一旧 一旧 十几寸 变八寸 变四寸 变一mm 那么在正道更深的禅定呢 他就减到越少呢 越少 十二寸 减胜 八寸 再减胜 四寸 再减胜 一毫米 所以呢 这 子 修习是 是 很重要的 所以佛说 这里人 那是 谈到第四宣 那是 大地 无约人 佛陀说 假如一个人正到 第四禅定呢 那么他是一个 大智慧的人 佛用 内地 这里是 哈萨班亚 这里是 加瓦纳班亚 佛陀有用 两个巴力 字 一个呢 是 哈萨班亚 一个是 加瓦纳班亚 也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说 很深的智慧和很锐利的智慧 所以呢 这个 子 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 盘起腿 坐禅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 修着 子 思念处 那么 当我们没有坐禅的时候呢 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必须要修这个 观 修着 思念处 今天 开示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那这 子和观呢 有一个经 安南陀尊者说 一个人解脱呢 有四个方法 只是这四个而已 第一个呢 修子然后再修观 其实呢这子和观是要同时修的 但是呢 他是强调先修子然后再修观 第二个办法呢 是他先修观 当他了解佛法的时候呢 然后他才修子 第三个方法呢 第三个方法呢 是子和观 同时修 第四个方法呢 那第四个方法呢 是一个人 他观他的内心 继续的观 直到他的心正到一心 那么他就会知道这条路 怎样去修 那么他要知道这条路呢 他也要了解佛法 这里关于心来宾 有可能 应该是这里的悲传 有人说我是谁 那这向心 向内观心呢 应该在北传 他们有叫做观我是谁 这里想起这里先呢 五体 我自己 去 那这个 那这个 这种 常修的方法呢 在 亚那 又 又 就 它 又 有 但是因为这个印度教呢 亚纳Yoga被佛教所影响 所以他们可以解释这相内观星解释得很清楚 跟北传比较呢他们是讲得比较清楚 我对北传修行的时候 你师父跟他说 你弟弟说我是谁我是谁 长老说以前当他跟随着北传的师父 修行的时候呢 修着我是谁的时候 师父教你要常常观着 我是谁我是谁 但是呢 观来观去呢 也不会进步 但是呢 在亚纳Yoga呢 他只是叫你观 我他没有叫你观 谁 那么当我们向内观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目标可以观呢 那么我们要观什么呢 那么假如我们向内心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观的就是这个我 它是一种观的观念 它只是一种的观念 它只是一种的观念 就是这个觉知的心 就是这个觉知的心 当我们一直继续的观下去呢 那么我们的心就会一心 那么我们要去观察这个觉知的心呢 我们要去观察这个觉知的心呢 你们要去讨论 我们要去讨论呢 我们要去讨论这个觉知的心 我们要去讨论这个觉知的心 然后我们要去讨论这个觉知的心 教育是一件事 要有事 要购乱 这个是应该债的了 这个是应该崩溃 这个是应该贪得了 这个是应该受刑 所以可以说 我们是一种事情的 pattern 比如说 过来有一个是科 不过被人家有的矮理是科的关键 被人家介绍是科的别 现在也有什么意思 出现的科学的科学 这就是什么的 医生的科学 讲解说 什么是什么 这是什么 医生的科学 但是医生的科学 医生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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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超级的科学 这就是做一切 这就是做一切 是 这边,我们不太让人觉得 没脱约,我们不太让人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